这是战争史上首次大胆尝试利用拖曳作战的一次战役 也是德军最传奇的战役之一 1940年5月 希特勒派出700名空中绿魔 空袭欧洲最坚固的防线埃玛尔要塞 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 近千名要塞守军被打得束手无策 战至最后 要塞守军竟屈辱投降 结局实在令人意外 那么这场战役究竟有多意外 德军又是如何骑袭最坚固的防线 这一战对当时的世界格局 又有什么影响 本期为大家讲述 齐席埃玛尔要塞 突破欧洲最坚固防线 大家好 我是禅史官 本视频客观真实 请放心观看 我将用人人能听懂的方式 为您解读 麻烦大家点赞的时候 按住点赞的键不放手 就能触发超级赞 也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1940年5月10日 在德军B集团军群 第18级团军投入荷兰之战时 该集团军群的第6级团军 德军同时开始了向比利时的挺进 希特勒企图以进攻比利时 来转移盟军的注意 而德军进攻比利时的最大障碍 就是爱伯特运河 为此 德军决定首先空降突击埃玛尔要塞 并夺取要塞西北部的爱伯特运河大桥 一战结束后 为了防范德国这个强龄的再度入侵 西欧诸国在与德国接壤的边境上 修建了三道防线 荷兰修建的是戈雷比皮尔防线 比利时修建的是爱伯特运河防线 法国修建的是马其诺防线 这三道防线自北向南 连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绵延几百千米 埃玛尔要塞是爱伯特运河防线的关键部位 同时也是比利时东部防御体系的中枢 整个比利时的安危 接系于此 该要塞是比利时人在和平时期 精心建造三年才完成的 其选址 规划都十分精妙 埃玛尔要塞坐落在一个南北长900米 东西宽700米的花岗岩小高地上 其东北和西北面是陡峭的断崖绝壁 崖下是爱伯特运河 南面建有一条又宽又大的反坦克毫 和7米高的防护墙 整个要塞处在运河带和欠毫带的包围之下 并建有钢筋水泥碉堡和一条长达4.5千米的地下加固坑道 四座地下炮台的火力可控制爱伯特运河和莫兹河 16千米之内的全部渡口 要塞东面的莫兹河与爱伯特运河平行 构成外围天然障碍 比利时的军事首脑们曾数次骄傲地宣称 埃玛尔要塞的布置比马其诺防线或齐格菲防线还要严密 是欧洲甚至全球最坚固的堡垒 在要塞的地下坑道中 驻扎着隶属比利时第七步兵师的1200名守卫士兵 埃玛尔要塞地处荷兰与比利时交界的地方 在莫兹特里赫特城和维斯城中间 是通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大门 因此德军一直对埃玛尔要塞十分感兴趣 自1938年 德军就开始多方搜罗要塞的相关资料 是1939年 在德国情报人员的努力下 德军得到了要塞内部的详细设计图 根据这份设计图 德军认真研究了这个坚固的防御体系 1939年10月下旬的某天 希特勒亲自接见了一名年轻的德军参谋军官 科赫上尉 抽调给他散兵第一团的一个加强连的兵力 并任命他为突击队长 负责完成袭击埃玛尔要塞任务 通过对要塞地形的研究 科赫最终决定使用德国空军性能优良的滑翔机 将突击队直接降落到要塞上面 这种滑翔机是德军为了执行空降突击任务 在几年之前研发而成的 根据德军空降部队近年来的演练结果来看 当突击一个守备力量较强的狭窄地段时 滑翔机部队取胜的把握要比散兵更大 它能够在烈色的掩护下 悄然进入目标区域20米以内 使得士兵能够从机身的宽大舱门跳下 从而使其息效果更加理想 科赫接受了任务 开始潜心研究进攻计划 他详细观察了德国坊间的埃玛尔要塞 将各种照片和地图熟记于心 并且利用侦察飞行 从空中对要塞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 后来科赫将自己的作战方案上报希特勒 得到了希特勒的首肯 于是科赫便着手制定更加详细的方案 后来方案最终敲定 突击队共700人 分为两个进攻梯队 第一梯队的400人又分成四个分队 各分队有着明确的作战任务 在具体进攻时间上 科赫认为白天进攻要塞几乎等于自杀 只有在夜间 趁要塞守军不备 将滑翔机直接降落在要塞顶部 才能确保作战的成功 而滑翔机飞行员将飞机准确降落 在狭小的要塞上方的最理想时间 是日出前30分钟 他的提议得到希特勒认可 为此 希特勒亲自出面干涉 将德国陆军总司令部 确定的两线总攻时间调整为 日出前30分钟 1940年5月10日凌晨3时 德军41架熔克52型运输机 拖拽着滑翔机 在莱茵河畔的科隆机场起飞 在登标的指引下 飞机保持着正确的舱线 一直向西飞往目的地 但是计划在完美 也避免不了意外的发生 飞行不到10分钟 一架滑翔机就出现了问题 具体情况是 拖拽这架滑翔机的运输机 出现了机械故障 在驶进莱茵河上空的时候 甩掉了后面的滑翔机 滑翔机因为上升 高度不够 几乎掉进莱茵河里 飞行20分钟后 又一架滑翔机掉对了 此时 滑翔机尚未飞到一半路程 高度不足1500米 这架滑翔机的驾驶员 看到运输机上的标志灯闪烁 误以为是出击信号 于是解开了牵引绳 开始滑翔 结果这架滑翔机 慢慢悠悠地降落在了国境线上 按计划 飞至比利时与荷兰的交界处时 滑翔机要与运输机分离 悄悄地从荷兰国境线 跃入比利时领空 然而由于当晚风力过强 飞行集群的速度超过预计 在抵达分手点时 滑翔机的飞行高度 还不到原定的2600米 无法滑翔到埃马尔要塞 运输机只好拖拽着滑翔机 继续向前飞行 进入荷兰上空 运输机的巨大发动机声 惊醒了荷兰边境守军 这些防空人员连探照灯都没打开 就冲着上空开了火 空中不时有高炮 发出的炮弹爆炸 滑翔机上的突击队员无计可施 只能小心谨慎地趴在滑翔机上 骂骂咧咧 形势非常危急 由于没有战斗机进行护航 再继续飞下去 荷兰空军一定会出动 空军拦截突击队员 这样整个计划就会前功尽弃 尽管此时未能达到 预期的2600米高度 但突击队员还是当即解开 运输机飞离后 荷兰防空人员也就停止了炮机 荷兰边境传来的炮声 将不远处的埃马尔要塞的 守备人员惊醒了 就在这时 埃马尔要塞指挥官乔德兰少校 接到运河防卫司令部的命令 加强了要塞戒备 并令要塞内的全体士兵 做好战斗准备 要塞内的比利式炮手绷紧了神经 将炮口对准天空 随时准备攻击德国轰炸机 然而他们却连一丝发动机的声音都没听见 实际上 滑翔机趁着天色微明 悄悄潜入了要塞侧后 负责突袭要塞的九架滑翔机 一架接一架的在长满杂草的要塞顶部降落 因为德军出现的方向出其不意 又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所以比利时士兵看到他们是大吃一惊 一个反应过来的士兵试图去拉响警报 却被德军开枪打死 尽管指挥官在战斗一时就掉队了 但各组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 早就对作战方案熟之又熟 他们在降落后迅速发起攻击 仅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占领了要塞表面 守军被迫撤入要塞内部 为了支援守军 要塞外援的暗保守军朝着德军突击队员开火 为了摧毁这些堡垒 突击队员们灵活利用地形靠近堡垒 向暗保内扔进手榴弹 里面的机枪很快就哑火了 与此同时 带着大量炸药包的弓兵冲向地下攻势的各个洞口 实施了堵塞性爆破 洞口被封闭后 拥挤在狭窄坑道内的比利时守军 无法了解外面的战况 乱作一团 在此期间 其余三支夺取桥梁的突击分队也均按照计划 分别在着陆点成功着陆 他们从守军背后出气不意的猛攻大桥 弗罗恩哈芬桥和费尔德维兹尔特桥的守军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被突击队员制服了 要塞指挥官乔德兰在滑翔基着陆时 恰巧用电话命令士兵炸毁坎尼桥和另外两座小桥 结果攻占大桥的德军军被炸死 余下的德军经过一番激战 终于将守军消灭殆尽 当突击队员发动进攻时 大批德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接踵而至 这些飞机盘旋在要塞以及桥梁的上空 对附近的碉堡进行轰炸 同时一旦发现比军的增援部队 就果断向其开火 十日七时 第二梯队暗时赶到 德军的进攻力量大大加强 在这些散兵空降的同时 德军还在爱国特运河西部 四十千米的广袤范围内投下了假散兵 这些假散兵穿着德军的军装 装有模拟枪声的自爆装置 起到了扰乱比利时军队的作用 使他们不得不转过头 去迎击这些出现在背后的新敌人 从而有效牵制了比军的增援行动 此时的比利时最高指挥部 正焦头烂额于战事 德国散兵在他们国土内 到处降落的消息 接二连三地传至这里 最糟糕的是 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撕破比利时防线 挺进比利时境内 如果不能重新控制要塞和桥梁 比利时就会被德军长驱直入 很快就会沦陷 为了胆走要塞顶部的德军 乔德兰少校在要塞里组织了几次反冲击 但在德军的顽强抵抗下 反击行动均告失败 同时德军利用喷火器 手榴弹封锁了要塞内的洞口 几次反击使比军伤亡巨大 乔德兰只好停止行动 再次躲进地下攻势 只把军队力量用于阻止德军打进来 此时的他一心等待援军赶到 外面的德军为了攻进要塞内部 不断进行有组织的爆破 然而这些爆破行动 对这座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毫无作用 就这样德军进不来 比军出不去 双方陷入相吃状态 上午八时 比军第一榴弹炮兵团行进制要塞北面 企图炮击要塞顶部的德军 但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很快发现了这支队伍 炮兵团的袭击还未能奏效就被轰炸机击退了 紧接着 比军第七师又集结一个步兵营增援要塞 同样被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打了回去 乔德兰翘首以盼的增援部队根本靠近不了要塞 当日黄昏 由于要塞的外部被突击队员有效地控制住了 导致要塞的枪炮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 德军正面进攻部队成功撕破比军前沿防线 渡过莫兹河 到达爱伯特运河东岸 替换下了占领桥架的突击队 傍晚失分 德军一个携有大量威力无比的 天地炸药的加强攻兵营 试图通过运河 增援要塞散兵 但被一座比军的暗炮台火力击退 夜间 一个由50人组成的小分队 丞相批船偷偷渡过运河 将暗炮台摧毁 并堕住了掩体 与指挥所建立了电台联系 11日凌晨 该工兵营成功渡过运河 到达要塞上方 随后在空降兵的帮助下实施爆破 一时间 巨大的爆破声响彻要塞上空 刚经混凝土的地下攻势内 火势极大 当要塞被成功爆破后 突击队员拎着喷火器 手拿冲锋枪 借着烟雾的掩护攻进地下攻势 防守比军士气低落 被打得落花流水 虽然此时的比利时 第一军正向德军发动猛烈攻击 支援要塞守军 但毕竟无法从根本上时守军脱困 见败局已定 11日13时15分 乔德兰少校派出代表请求投降 至此 德军全面占领埃马尔要塞 德军骑埃马尔要塞 是战争史上首次大胆尝试 利用拖曳滑翔机作战 在这次战斗中 比军伤亡一百余人 有一千余人被俘 而德空降突击队 则仅有六人阵亡 十九人受伤 这次骑袭的成功为地面部队 打通了去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 唯一道路 德军在比利时的猛烈进攻 使英法联军深信 德军的主攻方向是欧洲北部 于是英法联军的主力部队 离开了坚固的防区 往北部调动 以增援比利时 而这正是德国人梦寐以求的 半路上 联军营链与德国的机械化军团相遇 被迅速击溃 于是整个战役 遵照德军的原定计划 顺利展开了